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我是张航 在每期视频一段的话来走进The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he Kempma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ster Science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这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Kempman的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学硕士项目 FIU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在佛罗里达州是一个三个大板块交界的一个大州 而且它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务一直在美国,都稳居前世 今年我看在官网上写的2023年Enterradi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科的商科教育已经达到了全美第二名的位置 它是有原因的 国际商务、国际贸易这些专业 包括国际化的视角 不是所谓的一个州、一个大学 说我今天想把国际商务交的好就能交的好的 它是需要当地的人口的多元化 所谓有一定的推动性的因素在里面 而在佛罗里达州,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说过吗 就张老师长了这个,好像我 这大突驴的样跟墨西哥人似的 我之前在佛罗里达州,我去那subway 就是中国那subway,那subway 我在佛罗里达州,我一进去 人家上来跟我说西班牙语 你想想 或者说是墨西哥语还是什么 墨西哥是不是说西班牙语可能略有改变 反正不是英语 你想在佛罗里达州,尤其在迈阿密这个地方 70%以上的人口都是拉丁尼 拉丁尾或者南美那边来的 你想想,你包括一会儿我们接着来看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里面 学生的这些面孔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基本上看到基本都是南美的人 南美是个非常大的贸易体,别瞧不起南美,或者金砖四国里面八七 那都是很强的,那都是很强的经济体 南美是个非常强大的经济的贸易体 墨西哥这个国家也是世界上,应该是当时我反正我们当时选择墨西哥也是 全世界拥有贸易政策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贸易非常发达 所以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呢,你看佛罗里达大学在哪儿,首先这是两所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al of Florida,在Gameswell这个地方 Gameswell是在佛罗里达州上面那个板块 就是上面偏北边那边,可是在一个丛林里面或者森林里面 两边都是肉带雨林吧,两边都没有爱着海 但是大家所经常说到的佛罗里达,说到是Miami和Ollandos Ollandos的Universal Studios和这个Miami就是 Miami就是这种吃喝玩的各种生活,音乐节什么的 哎,那个踢球那哥们,那叫什么来的,那个 我是真是不看这体育运动,那个就在我嘴边呢 那个穿你粉色衣服那是谁了呢,好家伙 那不是也去了那个Miami什么什么什么球队吗 那有时候在抖音上看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今天夺冠那个,那就 啊,梅西好家伙,就在我嘴边上一下,没想起来 就那个梅西那哥们,那个不是他不是去那个,去那个去Miami那踢球那 那说明地儿好啊,对吧 所以这个FIU呢,就是佛罗里达州,Miami人家家的后花园这种感觉了 大学,他正好这个地底位置很占优势 那么今天呢,大家,因为我在之前给大家录过国际商用这个项目 当然有机会再给大家录,那两年前给大家录的 今天正好在咨询的过程中,有些人提到了关于这个人力资源这个项目 这个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项目开的也很好 而且它更加的是国际化视角,就是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的 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些思考 那么我时间有限,晚上有咨询,二多分钟以后有咨询 我这抽了个空,过来给大家录视频,我专举视角板评论器给大家 我们一会儿来了解福利达国际大学,他所在地底位置,开中的课程 人力资源和他的开门的商学院,好吧 大家现在看的呢,就是FIU啊,福利达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Business School,开门的Business School 大家可以看看里面出现的人的长相啊 包括这里面,他里面照着照片的项目啊 包括你看这里面这些人的长相啊,身材啊 你看等等的,他会发现有非常强的这个什么,拉丁美意的感觉在里面 对吧,Latinos,包括他一般都是西班牙预表,这算多 这是Campman的Gradual School of Business Campman的研究生商学院 我们来看,先简单来看一眼这个商学院吧 Campman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Whether you aspire to sell your own business 你想开始你自己的商业 Give that promotion,得到那个竞争的那个职场的上升 或shift into your dream industry 或进入到你的梦想的那个industry的行业 Excuse me It is time to make those ideas into reality 把那些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At the top public university 作为一个顶尖的公立大学 Our goal is to offer us first reputation And highly respected graduate degrees At a remarkable value 佛罗里达大学 包括这个FIU 其实你看他都提到了remarkable values 佛罗里达,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佛罗里达大学的学费也非常的平易近人 真的作为公立长春腾啊 佛罗里达大学真的是良心的大学 但是反而这点良心的大学 我看到中国人并不多 包括今天这个FIU也是 学费也是非常的 不能说便宜 但能够接受 能够被人接受 这 Online的是 3万540 online 然后standard in person Folder residence 1万7 Now residence 3万8亿年 3万8亿年 这个项 美金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很多的有些中国人热门的大学 动不动七八万美金 真的是良心 说真的 现在本科一年都不值得个价了 现在很多的大学 这是研究生 而且学校还不差 No.4 International MBA 有些人说中排或者商排 张老师在多期视频里面都说过 I don't care 我不关心 我觉得我们要带着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很多的大学 他的排名 综合排名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学生应该学习一技之长 很多的学生拿着今天的话来赌张老师 说你看国内他就看中排 我希望大家带着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因为你这个学校读两年读四年 我们的祖国在这个方面 再不断的努力再发展 我们以后的 以后的人才竞争市场 不可能不让人家的中排来说话 我觉得很多的聪明人早就看明白这一点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学一技之长 真的很重要 学点真本事 好吧 No.4 International MBA U.S. and World Report Best Graduate Schools No.4 International MBA 这很厉害啊 No.1 Realistic Research Productivity No.10 Online MBA QS and World QS Rankings Online MBA 他开始了很多的研究生的项目 你看会计学 这Specialized Masters 这个是当家的网牌的项 Ma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我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再录一下 我之前给大家录这期 这个大学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种硕士项目 当时那期视频 超过了 多个平台 加价超过了 十几万的观看料 那我也是颇为震惊 然后Math of Science 是金融学的项目 是金融学的项目 然后Health Informatics and Analytics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看的 Math of Science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包括里面还有新型化的技术 然后International Realistic 国际的房地产 Math of Science 公共链物流和公共链管理 和Marketing市场学 所以你看它整个这些项目 有很多的偏向于什么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化的角度 开设的是非常多的 这个大学 不是什么野鸡大学 大家一觉得好像大学 每天到国际大学 感觉野鸡大学 这是正儿八经的 人家的大型的 顶尖的工地大学 叫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lorida Florida 这是Panel 过一道过一道 The Math of Science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这直前说音 Math of Science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你看 Managing people effectively In Global Organizations 在国际化的组织里面 国际生 很多人在学国际 在学人力资源的时候 它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中国跟很多的 就是不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怎么会有问题呢 不是中国的问题 欧洲 美国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劳工的系统 和关于相关的政策 这每个国家 但凡跨一个国家 都是不一样的 你说美国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优秀吗 你 这是个笑话 说真的 你跟欧洲比一比 对吧 你看欧洲人 一不干什么的人 就去干嘛去 对吧 你想想人力资源那个方面 所以说这就是在国际上面一些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 之前我们就学过一个经典案例 就关于那个 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上面 有很多的比较难的处境 比如说航空公司 你说这空姐 你说我们能限制这空姐 大家都知道空姐长得漂亮 对吧 你说我们能限制这空姐 年龄 身材 长相 性别 甚至还能限制性别 你想想 关键 很多州 美国很多州是 你看我一个男的 很多美国州是 老子认为我是女的 我就是女的 我就进去厕所 美国有些州就这 你说这怎么管理 这怎么搞 对吧 张老师不会这么认为 我就说这意思 他可以自己判断自己的性别 你想想多多离谱 你说在这些 这些在雇人方面 我怎么雇 像种跨国的航空 航空的航线 我这边 比如说之前就说 美国跟印度之间的一个航班 就是印度那边就没有人管 我没讽刺 我说的就真是印度 印度 好吧 别别想唱 这印度那边 然后美国这边 芝加哥这边 他会飞 说美国 大家都做过美国航空吧 Market Airline 什么的 这些航空公司 那空姐 基本上一个个都是 Welcome to board 就是 就是 就是直晃 这岁数非常大了 很正常 在美国航空业很正常 你因为你不能辞罪人家 对吧 你不能 你不能美国法律 禁止于性别年龄 什么等等 那就把刀身材进行歧视 那反人权法 那不行的 那反劳动保护法 但是印度就不是 那你说 在印度和美国之间 这些航班 他怎么进行管理呢 他怎么进行路人呢 这就是在跨国组织上面 在人力资源的实践当中 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那么国际生 应该学习的是 带有国际化视角的 人力资源的下方 而不是学习 本地化的人力资源 你说 你到美国很多大学 你学一个本地化的 domestic的人力资源 你跟他学什么 劳动保护法 你跟他学什么 工会 你那一套 你学完了以后 你 你这是水土不服 你在美国 你本地找工作 这种人力资源 跟美国文化 跟当地文化 这么切入的 专业 岗位 这个有点带引号的 机委会大妈的感觉 他是解决公司里面 内部矛盾 员工激励 员工政策 这些很敏感的话题 他会找一个外国人 做这样的 解决本土公司的问题吗 他不会 大概率是不会的 然后你学了美国那一套 你到中国 或到欧洲 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你觉得你水土浮吗 就像之前 有个讽刺的 说的很对 我让你跟加班 你跟我说 你跟我讲劳动法 那不扯呢吗 我让你讲管理 你跟我讲平等 那不扯呢吗 那就还是 但不是这些 有个讽刺叫 淡水游不了海龟吗 就讽刺我们这些 海龟呢 就说的这个事情 你想想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 你就不能学 本地的人力资源 你要学习什么 你要学一个国际 国际视角的人力资源管理 是人才分析类的 Ted and analytic类的 把我们求同存益 就是我们要把精华 大家进行分享 而不是人力资源里面 最怕的是 包括我们学国际上 都学过 人力资源这个领域里面 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带这种高了眼光 过来给你讲 我们所谓认为的 应该工作的标准 那就是下车了 所以要学会 要能够平衡 在这个国际化的视角里面 所以这个项目 他上次就点到这一点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Managing people effectively in global organization 在国际化的作者里面 怎么进行 人力资源的使用和管理 所以这为什么这个项目 已经第二次录了 这个很少见一个项目 录第二次 鸟录了快一千几视频了 这么多年下来 美国六七千所大学 包括institution organization等等的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一个大学 几百个项目 小一百个项目 几万个项目里面 这个项目能录的第二次 这个项目真的是不错 这个项目 The Maths Science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的硕制项 prepare to become a human resources leader in increasing diverse 在一个不断 你看diverse 多元化的 an international workplace 在国际化的工作场景里面 with FIU Mastal Science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在人力资源的方向 有些人说 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项目在中国 中国职场里面 都是中国人 我还是那句话 带着发展的眼光来 看这个世界 看我们自己的祖国 未来不到十年二十年 大家会在中国的职场里面 当我们的企业 称霸全世界的时候 大家会在我们的很多的公司里面 现在已经有些顶尖公司 有这个现象了 你们会看到很多 跟老外工作的场景 在我们自己中国的 华人的企业里面 这是一个未来绝对的趋势 原来以后在北京 上海这样大的城市里面 你会很清楚的看到 在很多的顶尖的大企业里面 会有很多的外国人 来自于全世界的外国人 所以你是有用之地的 好吧 带着发展眼光来看这世界 因为你学的这个专业 是你要用一辈子的 Learn to develop strategic staff innovations shipped copper culture 你看 strategic战略性的 staff innovations 然后shipped copper culture 来瑞化 或者说来够改变 这个公司的文化的体系 empower organizational change 来推动组织的变化 the macro-science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rom I-5U Fuld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an be completely flexible one year two-time 就是一年全日日 或者两年part-time OK 他的教的主要方向是 is developed and taught by human resources industry executives 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高管 来教这个校 emphasiz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ories through experiential excesses, case studies and other engaging activity forms of prime ordinance 通过实践进行学习 我还有14分钟时间 感觉脚光了 通过实践进行学习 来在实践当中应用 以及案例为主导的 case study 教学的方法 这点很优秀 Include preparation fusion resource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s exam 在人力资源方面 你拿到注册资质 在人力方面 很多的资质要考 这个方面 这些考试进行准备 姑娘 这小姑娘多漂亮 南美的小姑娘 一看见 长算就能感觉出来 Program Overview 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里面 The value of master programming comer resources directory How we will prepare your participants street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这样类型的规划 因为在今天的企业里面 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争取的是 人才的价值 是很重要的 这个项目里包含 哪些主要的特点呢 of dynamic and relevance critical and reflect on current topic in human resources field 在今天里面 在HR的领域里面 一个dynamic 多元化的 和相关的 信息价值的课程 perperations 为HR的 方向的资质 HR人力资源上 很多资质要考 为人力资源的资质 准备 考试做准备 and interaction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with valuable contacts include full student s experient HR professionals alumni 那么跟整个的 校友和HR方面 领域的专家 或者是用学术的 领域的人 进行交流 然后接触到 在这个HR的领域里面 的这些呢 well now的score 一些顶先的资源 这些学者们 进行接触 以及这个很重要 intership and project opportunity 实习和项目的管理 就是项目实现的经历 那么我们看这个你们开设的这个 creek rooms creek rooms as the highest quality graduate HR program available to working professional in Miami and South Florida 在Miami和南佛罗里达中 as the highest quality graduate HR program 在最高的这个HR的人 资源管理项目里面 能够给到这个南佛罗里达和Miami的这个项目 他说你看 assurance you are comprehensive 保证你有一个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education 全方面的education教育 covering 包括哪些话题呢 from HR strategies 实力资源的战略 employee performances 员工的表现能力 and development 以及发展 benefits 企业的福利待遇 work 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EEOC的issues 包括diversity 以及多元化 美国对多元化 以及各项指标是有要求的 在这个工作长久里面 You will get another skill and professional network You need to do real differences in company success 我们看你们课程 你看wellness management 员工的整个的这个wellness 就是员工的整个人 算是幸福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吧 包括从心理上的健康 态度上的健康 身体本身物理身体性的健康 wellness management 员工的法律 就公用员的法 中国有中国的劳动法 美国有美国的劳动法 对吧 employment law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法律角度的 然后high involv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高 就是high involvement 在参与在这个公司的决策当中了 因为人力资源 一直以来 一直老是被人忽视了一点 那其实在今天美国大企业里面 人力资源都有做到C-level 叫chief的这种human resources managers international 你看这就是这个项目的精华 这国际化视角的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在国际的角度里面 从国际化视角里面 怎么看待人力资源的 像labor issuance coflict management 冲突管理 就是员工之间的冲突管理 包括labor issu 员工跟企业之间的 包括人力资源的方向的问题 knowledge management 就是analytic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项目 很进化一点 就是从talent 人才和人力资源 从analytical的角度 就是分析的能力 来切入这个项目 你看between human resources inorganization financial price 然后branch marking controlling managing finding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分析了hr的有效性和能力 hr的strategy and planning 人力资源的战略和计划 performance and talent management 人才的管理 从多个维度 人力资源无非就是雇佣 雇佣interview recruit 雇佣方面 然后公司的整个表现的能力 组织表现能力 员工表现能力 然后就福利待遇 和工资 基本就是这几个领域 performance and talent 人才的管理 你看刚说完reward system 激励政策 奖励制度等等的 staffing organizations 以及critical thinking 在inorganization 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 真的开得很好 这个超越了 基本上很多大群 能在人力资源里面 开出的项目 FIU这个人力资源项目 开的真的是 颇有水准 一是它非常客观理性 它不给你很多的人力资源管理项目 你看我之前 我切过了一下 我时间快说 完还有九分钟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顶尖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项目 一直都爱给你讲员工法 一直都爱给你讲美国劳动法 那没有 那不是说没有用 但是对于国际上 对于国际化视角来说 你说你 我们天天学美国劳动法 有什么用 美国的相关政策有什么用 要学的是 真正跟人家的 打交道 Talent Management Talent Analytics 对组织的表现能力的评估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Effectness 以及人力资源的占领 它是这种 能够一个被 成为一个Transformable 能够被转换的 一个软性的技能 一个被Transformable的 一个Business Acme 一个可以被转换的商业的敏锐度 在对于人才 对组织的管理上面的应用 这样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以后 你都能够有用之地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在这里面 OK 关于托弗亚斯的申请的条件 这已经说了 International Seminary Wave of Trophy Fueler2的 Android Master Degrades 如果你本科是在美国 或者英国 英语第一语 基本上是 然后你如果完成的话 就可以Wave掉 托弗亚斯的成绩 关于Gmail 如果GPA3.0以下 然后就不再 I don't make a Gmail 和Gmail的成绩了 也就是说 言外之意 这应该在哪 应该有写 关于Gmail 和Gmail的成绩 可以豁免 因为它这里面提到了3.0以下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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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看一眼 我还没找到哪 时间来不及了 应该是有 如果没有哪 HR 没有在Gmail 和Gmail的豁免的话 它这个地方 不会突然问一句 这个3.0以下 GPA 应该是有说 3.0以下 GPA Oh I have a below 3.0 获得 I don't make a Gmail address 所以说 以外之意 这有 然后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这 然后 Minimum 要求GPA3.0 Four Year Degrees 然后英语的 Dolingo 你看也可以 然后这边托弗亚斯 要是也不是很高 托弗亚斯 然后亚斯 找6.5 这边的GRE的 Weaver 所以张老陆 认为真是没提前看 我 GRE Zan for Minimum Score We require Minimum Score 只要500分 然后 Weaver Opportunities 可以 破灭到 GMA 如果 Application Two Year Domestrated Work Experiences 然后 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Android Business Related 商科的相关的专业 并且 Application Courses 就专业课 或者高级课程 达到了 大三大四 达到了 3.25的成绩 或者 3.25 以上更高 然后 Gready Point 3.0 到南达 Business Matter 所以这些要求 并不是很高 好吧 我时间不够了 还有6分钟时间 我拿着 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 又再次 时隔两三年 回来再次录了 FIU 就是福利尔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福利尔大学 Campion的 这个商圈的 人力资源管理的 理学硕士项 这是一个 非常偏向于 国际化视角的 一个对国际组织 和国际公司的 一个人才对组织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里面很多的能力 是能够被 Transformable 能够被进行转化的 这一点是国际生学 人力资源 学人才管理 在美国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你单纯的 如果只是学习美国本土的 本土的 这些人力资源的法律 人力资源的政策的话 是 包括劳动法 什么等等的 你是 你是很 包括什么劳工会 Labor Unions 等等的 包括你看 康大尔 康大尔会有个 关于这个 劳动的 什么 什么Squad 什么Labor 什么的 相关的 我记不清楚了 也有 所以大家要在思考 我怎么选择一个好的 人力资源管理的项目 是这个技能能够 能不能够被转换 不能够出现 就像很多企业讽刺的说 淡水养不了海龟似的 意思就是说 国际生是海龟 然后国际生回到中国工作 感觉这也不适应 那也不适应 我跟大家说 你不适应的 一定是国际生的问题 真的 不是我在喊口号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本来就是个中国人 你怎么在美国待几年 然后回到自己祖国 那你反正不适应了 那你是怎么回事 对吧 是 之前我们也研究过 有叫reverse culture 叫反文化 就反回到文化体系里面 一种快速 很难快速适应 但是你们march 其实你就适应了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点 就是带着发展眼光 来看这个未来的发展 带着一个能够被转换型的 技能的能力 一个融入和融 融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工作场景 而不是带着一种所谓 你看我在美国学几年 我有美国文化了 美国文化就是最好的 这个大哥 然后回国 我这也不适应 那也不适应 那才是一种文化的高兴 的 真正的国际化的人才 是在任何一个文化的环境里面 都能够如意得水 都能够在任何一个文化体里面 能够适应 并且成就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像这些跟文化 跟整个的工作环境 跟整个人与资源相关的一个专业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FIU这里 好吧 我每周五个大都免费了 资金学校的两年 可以给我发 还有FIRSTTWIM.com Hannelsy.com 能通过微信的一套 P3C A-Trans P3C-R 以及P3C 这样一整 以上的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s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s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To saying gatherings 魚 octopus I'm going to home I'm going to Holland